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MS 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为什么会买亲谱 是很多人的疑问 就是有很多人问 为什么你们要买这亲谱 亲谱有什么好的地方 会让你想住在这边 那MS就把自己所看到了 所见到了 所听到了 就简单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实亲谱 那是后来才知道 有很多人他们都是在台北上班 他们在台北上班 很奇怪为什么要买他亲谱 因为他们说 他们之前有可能是在 他们在台北市上班 之前他们都在台北 住房子 那台北也很大嘛 你有可能在台北市就分很多区 他们说 有时候他们早上起床 要去上班 他们光是要走路 要做捷运 然后再步行 每天要去上班的时间 光是这些通行时间 至少都要30分钟 也很累 而且在过程当中 步伐要开车 骑摩托 步行 搭捷运 就是总之 上班不容易 那他们都会想说 在台北工作 就在台北买房 但是台北房子真的很贵 他们觉得 在台北买房压力也特别大 后来也无意间 他们有可能就是 不管是新闻啊 各大媒体 有很多人都会去报导 其实很多人一开始 都对亲谱没有什么样的 都没有兴趣 甚至也不会想来 在桃圆这边买房 子猪都不会 但是有可能 也接触到很多 就是 有太多 太多资讯 太多讯息 也很多人分享 所以他们就会抱着 来亲谱 看一看 抱着 试一试的态度 来之后他们也 看了很多房子 也一直去 就评估 他们发现 在亲谱这边的交通 很方便 尤其要到台北上班 只要19分钟 他们甚至有算过 就是 其实有很多真实 真实的人分享 他们现在在亲谱这边 每天搭高铁去上班 后来 到了台北火车站之后 再转捷运 会比当初他在台北 租房子 后来再去 后来 通勤去上班 这时间还要短 所以他觉得 第一方向便宜 二 交通 就是每天通勤时间又变短 他觉得很棒 他觉得太棒了 他觉得 这地方就很适合他 一 房价没那么贵 二 通勤时间也很短暂 所以 目前在亲谱这边 有 有很多人 他们的上班主要区 要么就是在板桥 要么就是在南港 要么就是在台北火车站 就是在 这几个主要的站别 转程 后来去他上班时间不远 他们就会考虑 在新峰买房 那大家主要都是为了通勤嘛 方北 那前方这边的高铁 就可以带给他很大便宜 再来一点就是 在台北 如果你租房子 那现在大部分大家 大家家里都会有辆车 在台北租房子 还有 要租车位 那停车费也都很贵 甚至如果说 总之 现在在亲谱买房 如果可以通勤不用开车 很方便 也不用付停车费 也不用每天开车 从高 从桃园往台北开 就是你说你不管是 油费 跟停车费部分都能够很省 那在台北租房子也很贵 你在台北要租给两房的价格 跟在清府这边租房子的价格 也有很大的差异 其实 他们都会讲 台北租房很贵 台北租的房子的钱 来逃云买房子 扣掉每个月脚的房贷 都还会有剩 所以他们觉得 来清浦买房 减少自己上班的通行时间 然后也能够节省自己的 每个月的接触 所以他们觉得 这个部分很棒 很值得 而且清浦 像他们这种 每天两点一线的 就上班 下班 上班 下班 回到清浦之后 这边也没那么拥挤 所以清浦现在这边 有很多年轻人都会 喜欢这边的环境 那主要如果早期买的话 房价又更便宜 那现在房价的确已经上去了 现在要在清浦买房 压力也特别的大 那再来就是 主要原因就是大家 每天 去台北通勤的上班族 选择在清浦买房 是有他们的原因的 那在清浦 很多大部分都是 退休人员 清浦有很多 他们原本就是住在台北 他们就有可能把台北的房子卖掉之后 后来 因为台北的房子很值钱嘛 卖完之后 就来清浦这边 因为他们现在也不用上班 在这边生活 也很方便 等于说他们 比如说 卖了两千万 在清浦这边 买了一千万的房子 后来又留一千万现金在身上 他们就会觉得生活上 过得很好 加上有可能每个月有 退休金 每个月都有月退 能够领 所以他觉得这种生活非常舒服啊 因为对于一些退休人员来讲 他们要就是环境 环境要舒适 那清浦这边刚好 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条件 他们第一 他们不用每天通勤 他们也不用每天要出门 所以他们就是 每天可以过着他们小孩的生活 可以很惬意的生活着 那清浦刚好这边 如果有绿地 那有 有整个很好的环境 那清浦现在最大的缺点就是 没有医疗 就是医疗部分比较缺乏 所以退休人员来这边 一般年纪也不会很大 大概就是在 五六十岁左右 他们就会 就是只要退休 他们会想要在这边生活 那再就是很多人他们一开始也都是租房子 那因为现在我们买房子的房贷率没有很高 像很多人会想说你去租房子 租房子 租了几年 十年 以后有可能是房东的 但是如果现在 你自己 把 你自己去买一套房子 如果你自己能够 自己能够错出首付 买一套房子 如果你现在 你每个月的房租的费用 跟你缴的房贷是一样的 那其实 买房比较值得 因为以后至少房子剩你的 所以有很多年轻人 有很多年轻人 就是很多在清波买房自住的是 因为他们有刚需 他们有可能会觉得 有可能 因为工作关系 或者是 因为小孩子的关系 或者是不想跟嘉义的人住在一起 所以他选择自己买房 后来他自己有评估过 自己自己买房 就是现在手上有所付 现在在清波买房之后 每个月缴的房贷粉 就跟住房子差不多 那以后 房子也不用还房东 所以他们觉得 这部分很值得 那再还有一部分人 他们就是 有些父母亲 有比较有条件的 他们比较有远见的 他们会想说 会 在这边自产 那时候遇到很多 就是 帮孙子买的 帮小孩子买的 就是买了清波这边 后来他就看好 就看好说 这边反正如果小孩子 现在用不到 那我们就出租 因为在 数年前的时候 清波这边房价 平均 都 没那么高 你买一个两房 房子大概也在 六百万七百万之间 那 以当时 当时的租金都一个月两万 面试稍微涮了一下 其实他的投报率都相信会有三趴了 那现在不一样 现在房价都已经到了 一千 就是两房都要至少到一千 三一千四 平均 至少都要平均到一千 反正就是平均到一千三 一千三 你一个月租两万块 他的投报率就 没有像 四五年前这么好 所以现在 在 投资客进来 那真的是 很 很 很不一样 所以 早期买的人 他们 有些父母亲 他们想说 在 不知道他们是有眼光 还是他们自己 有自己的规划 但是当 以当初 四五年前买的时候 你花六七百万 花每个月 可以 租金可以有两万 后来你想哦 谁 其实谁都不知道房价 会不会涨 但是他们当时候 考虑的点是 以这个 以那当时候的售价 你光是出租 而且又是在 A18就是 他看准的这些通勤主 他一张一算 他完全不会亏 那更何况 几年后 几年后 房价都涨了 但是他们当初 他们在这边买房的目的就是 以后要留一个小孩 然后他们手上 他们有 就是他们本身 有经济能力 所以他们有可能想得远 那 还有一个特别就是 有父母亲 他们是为了 亲婆的学区 就是他们 有些人他们是 为了学校而来的 像 亲婆这边的 大远国际高中 Max是不知道 似乎真的很有名 不知道 但是 有可能他挺有名气的 所以 有一些父母亲 他们就是想要把小孩子 送来这一个 这所 国际高中 上学 所以他们就决定 从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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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 来 来 清浦这边定居 就为了小孩 其实 这也能理解 因为现在都用国际化了 语言 其实是很重要的 所以 因为 在 在清浦生活 虽然已经有 十五年的时间 但 也不是 每次就去 跟人家聊天 去了解人家的事情 那就是 以 以面是 知道了 认识的 那大家分享 就知道说 为什么会来这边买房 但 但事实上 清浦到现在为止 其实 投资客还是占多数 自助客 还算少 现在 你在晚上的时候 出去外面散步 你看每一个 建案 它的点灯率 其实 都不多 有五成就是很多了 真的 那目前点灯率最高 就是在 S8站 你说在 S7 除非是有一些 是比较旧的建案 但是 就会比较多 要不然说真的 你可以看到 每天晚上 就是 点灯率 不是很高 但是 已经 跟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 Mess 在四五年前 刚来的时候更惨 现在其实 你每天 在上下班时间 监工时段 你光是在 清浦的 街上 路上 你能感受到很明显 车流量是变多了 所以清浦是一直 现在是一直在 成长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所以大家可以 为Message 欢迎大家 踊跃的分享 为什么 你当初 会在清浦买行的 一些 真实分享 会让更多人知道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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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